另外欢迎收看11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燕如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水宝局花莲分局 连续三年在花莲办理防减灾 普科知识推广与教育生根研讨会 成果深受各界好评 4号在国立东华大学的美伦校区国际会议厅隆重登场 包括水宝局副分局长 花莲县长还有东华大学的副校长 以及行政院东福中心的副执行长共同参与 活动现场同时也举办防灾教育展 包括有解密游戏等多项寓教娱乐的教剧 让大朋友小朋友都收获满满 房检在科普知识推广以及教育生根研讨会 4号在国立东华大学美伦校区国际会议厅隆重登场 并且邀请水宝局副分局长王静伦 现代曲真卫 东华大学副校长朱锦鹏 以及行政院东福中心副执行长郭英英共同主持活动的开场 现代曲真卫表示 在10月中的时候立即的原规台风清洗 大家可以说是战争精心做好房台的准备 在中央单位 县府同轮各乡诗汉巨峰的配合 不能度过一个平安的台风夜里 九二菊对于我们的溪流的整个水面 还有这个高度 水量 还有这个强度 花莲可能十多年来没有再看到整个秀古轮溪的水面 是完全到了河川池里线的 花莲的美轮溪 溪角川溪 太平溪 以前看到的多多是石头的这次全埋 也教育花莲相亲 第一个 不但是强降椅的时候 不能靠近河川 溪边 在整个雨气停了以后 河边的溪流的水的拉力更强 把整个马路通通 这个下面的通通套空拉开 所以无算是灾前的准备 灾中的应变 还有灾后的复兼 在这次的原规台风外温流 我们得到了相当相当多的宝贵的经验 为了谢谢各个乡村公所彻底的执行 强制的彻底 但是其中有几个真卫 真的要请我们的王副局长 除了强化以及提升花莲先进的 中央各部会驻地机关 地方政府以及国中小学教授员学生 在防灾业务推动上方能有精进 并且重点将思维融入了国中 国小的主题课题当中 让参与对象能够了解防救灾的工作重点 方向以及思维 让防灾教育能够向下传递 达到知识与传承教育价格的目的 记得节奏 黄色伟老 对 外面的人们对象能够和代理 遥温度大小学伟呈 认识与优独发